所以問一下這個志偉 像李聖傑這個 這位蔡小姐 李聖傑是有跟她很明白講 不要這個小孩 就我們如果根據 這個報紙上面的說法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兩個交往 認識的時候 就是這個李小姐 是在台北工作 蔡小姐 這是蔡小姐 然後她也在唱片界就對了 那她那時候跟她交往的時候 她其實對外都很保護這個男的 就很保護李聖傑 不想讓她知道 她的男朋友是她 那甚至她懷孕 她就為了這個男生 因為她怕在台北會被發現 所以她還搬到了 她老家在高雄 搬回去南部 然後去做半店公關 然後她那時候 只有跟朋友講說 我的男朋友 就是我的老公 她其實是一個 要發片的歌手 所以如果讓人家知道說 她是有小孩的 不太好 她那時候是很保護她的 但是我相信 這個男生 為什麼會不娶她 李聖傑為什麼不娶她 不要這個 她總不能說你去拿掉 男生在道義上 你不能說你去拿掉 那有沒有這樣講我不知道 但是通常 正常來講都是懷孕了 那我就娶你嘛 真的不合 再來離婚嘛 所以插著這樣 至少我還有一個負責任的動作啊 但是我們看來是 她的負責任是說 我願意付錢遮口費100萬給你 然後一個月我給你5萬塊 付到這個小孩成人嘛 那假設這個東西都很好 都做了對不對 我覺得女人最笨的就是讓她每個月分啦 你就一次拿嘛 然後寫個切結嘛 最差是這樣嘛 但是最不應該就是生這小孩 所以我覺得男生他對於這個女生 沒有到想要結婚的地步 不過我了解 我覺得聽起來就說 第一 我覺得你的心態要固定 你是原配 你還在婚姻狀態下 對啦 我的 你三十年了你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要爭太難了 這是第一個 你應該走過去 這是我的看法 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現在用法律上去爭取一些 財務上的補助 我覺得這有可能 那邊有錢 那邊有錢 第三 我覺得你一直說 我不是偷偷摸摸 你現在其實證明你已經不是偷偷摸摸 大概有聽到的觀眾 有看的觀眾都知道 真的啊 你為什麼不相信電視呢 對 因為我已經講了 媒體也都替你討 好啦 那我不管怎麼樣 謝謝 還有律師啊 這個啦 沒有 替我討我一個公道 我只要一個公道 我跟妳講 你能夠替你討我一個公道 只有你自己 就好好的活著 來 坐 謝謝 謝謝大家 了解還有一個 我聽起來 兒子對你其實有很多誤解 對不對 而且所以你想要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解開那個誤解 可不可以這樣說 小孩子對你的誤解是什麼 那就是 我就是多餘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為了你自己 你生我是多餘的 我也沒有爸爸 媽媽我在 從小也不能叫 從小也不能叫 對 直到他十幾歲 開始要念 快念國中的時候 才敢公開的叫我媽媽 而且還是有叫啊 沒有 是後來 已經十幾歲 我覺得小孩可能需要一些 心理資訊 然後把他自己的那個心結 慢慢的剝開跟打開 他才能夠從 他要療傷 他才有能力原諒 你現在叫這個小孩 要原諒跟接納 我覺得有困難 因為這個小孩傷痕累累 所以他必須把他的傷 先醫治好之後 他才有那個能力去理解 母親當年的那個困難 跟被感情捆綁的那種無助 跟那種無奈 然後呢 然後雙方才能夠對話 現在是沒有辦法對話的 因為他自己也封閉了他自己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受傷的小孩 接下來我在 妳兒子有工作嗎 妳兒子有工作嗎 不知道 他想得出來 他都不會去走這一條路 不過昨天有一個人抱著他說 叫做高鐵 我說我姐六寸 那個人告訴她 我叫妳一聲姊姊 我讓妳有個固定的收入 還有一個黃尚品先生 他說我跟妳開一個 叫燕燕的店 讓妳去過那個店唱唱歌 然後等於是小型卡拉OK這樣子 我說還是 可是這些該關心的人都沒有出來 第一是李聖菸 第二是這些 拿了勞役人補助的團體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一個關懷電話 我是說 人怕到這個時候 金蘇瑤的時候 我也會透氣 所有對感情的觀念 能對付妳的觀念 我淫婚是為了說 說不定我要給妳一個名分 結果妳這樣弄我 我幹嘛要給妳一個名分 所以我快被妳們兩個逼死了 妳的結論就是 提醒男人出軌後不要覺醒 就是 不是 我的意思 週一到週五晚上起一點 請收看新聞娃娃